在克索沙北方 山东西向林森的地区 东明小河的源头偶尤 沙水流修导院好几次被恢复 并中间的古老建筑物 2010年中间 修导院总和体完全恢复 自18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 在圣河流修导院里有过了 这个地区最有名的学校 修导院庆祝的山沐 源氏教堂在关于乌兰克维奇 家的一个老书有登记记里 首次提到 这里组织了他所有的地块 当时教堂被毁灭 其名称曾叫做迪克迪勒 后来才得到了圣河流这个名称 当地居民把这个教堂也叫做 神兽教堂 即传说一个学导师 在耀洞的时间 把新教的圣徒 捏及他的手在小响里 从北极东正教会 转离了到这里 他在老教堂一直过了夜 后来当地居民就在这里建造了 圣沐的圆石教堂 根据管理那其他新教圣徒 圣故的转离民间传说 修导师都没有脱离的圣故 在夜里就失踪了 反正那其他新教的圣徒 是这个不低级的保护者 天管了 并且许导师教师和人民 开走了寻找圣徒的圣故 他们走了一段的时间 后来停住了在一个古老 而法官的兄弟牧师 这里就找到了圣故 圣河水徒导演 厂罗米洛教师说 而再说 圣故四百年前带了到这里 圣河流徒导演 在十六世纪首次中间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 也得到了中楼 一九零三年 六比查公主协会走过 六哥斯纳山里 机密的道路 把中楼带过来了 目前在中楼上有 圣守教堂 第四 在这个萨利亚教堂里 也保留圣科斯玛和达米洋 这十者的圣故 然今日都也不知道 他们的圣故 从什么时候来保留在这里 这里也有出生意 十六世纪的首高书 和有三百五十五页的记者 它包含第二多系生命的草盆 各所圣塞族居民 自古老来 很辛苦生活 不过如果上帝让人 遭受一难 上帝同时也给人 为对付困难需要的力气和能力 直到在这条路上 事情不改变为止 然如果遭受一难 最初几年就难以经受这一切 但是过时间就习惯了 所以更容易经受所有的功能 各所圣居民面对 艰难的事件 我们不能改变事件 所以必须忍受 尽管就这样 他说 当地居民说 圣河流修导员在过期有过了 目前也在其帮助 各所圣塞族居民生存下来 以及留在故乡的角色 据说 这个修导员 给他们在这个 艰难的路上 检测彻底 特殊的力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